你敢信邱姐和乌鸦这对闺蜜组 竟然有招一律地打起了组队决斗吗 而且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和二五载化的金发雪莉 进行的自相残杀式的决斗 由于5DS队击败了阿波利亚 最终BOSS接手了摧毁 新童视野式的狐线摇篮计划 于是为了保卫新童视野式的安危 来自北欧的诸神黄昏 对用无温之铜 以及星界三级神的力量 强起了旧勇动机 为5DS队架起了 通往湖线摇篮的彩虹桥 而准备化身孤胆英雄 前往湖线摇篮的游戏 也被伙伴们的羁绊嘴炮感动 场面像极了当年 要独自一人前往一世界的时代 被靠谱和不靠谱的队友 一起拦住的超然场面 恕我之言从画面来看 就老是神托尔一个人在发力 一旁的鬼诈之神在摸鱼 而还有个老灯神在摆造型 总之就是5DS队在空中 走到半道路没了 先到达湖线摇篮的杰克乌鸦发现 彩虹桥正在逐渐消失 而丘姐的地轮玛力 不足以赶上超越消失的桥 危机关头 游戏在宝大宝小之间 选择了宝下龙可 美其名曰减轻秋姐地轮的重量 而就在这时 一辆名为三角鹰的地轮 后来居上了冲破车 好家伙 这是玩四驱兄弟呢 还有螺旋气流 随着秋姐的地轮冲上弧线摇篮 众人开始向着弧线摇篮的中心前进 结果走到一半却中了陷阱 一群人被分为了三组 一组是好机友队 一组是儿童队 还有一组是闺蜜队 因为想要和最终BOSS打牌 不对 是想要阻止弧线摇篮 就要先停止外部的三个齿轮 所以分出三组的众人 开始向关卡前进 最先开始的闺蜜组 遇到的守观人是本剧的头号二五仔 在正反两派之间疯狂弹跳的雪莉 乌鸦见状扔给雪莉大壮交给她的卡 虽然知道卡的效果极少 但乌鸦还是贯彻了自己答应大壮的事情 于是雪莉表示正好可以用这张卡击败两人 因为雪莉的生命值和齿轮划钩 所以这场比赛会是正常版的黑暗游戏 金发碧眼的雪莉表示虽然是混战 但她知道肯定是二打一 所以先攻必须归塔 起手一张许久未见的场地魔法 齐鸣为玉的流派 两人见状顿感蒙圈 怎么黑化之后还加强了呢 连分身术都练出来了 秋姐所处的场地是玫瑰花园 乌鸦所处的场地是城堡废墟 不讲排德的雪莉干脆不解释卡的效果 就是直接表示 说实话也就是秋姐现在变的人气化 耀哥当年直接起手玫瑰龙 进行真实伤害的诈场 只见秋姐刚召唤出的玫瑰骑士 下一秒就被替换成了抽象派的衍生物 虽然攻击力没变 但无法连锁的秋姐只能结束回合 而有趣的是 乌鸦那边的雪莉竟也召唤出了一只一千弓的衍生物 并且同样的结束了回合 不明真相的乌鸦抽出一张卡 起手就拿到了能让黑鱼卡组发挥出实力的黑枪强风 于是乌鸦本想先召唤扶小东风 用它拉出黑枪强风 结果还没等操作怪兽就变成了坏兽 看着手中无法上场的黑枪强风 乌鸦只能覆盖张卡结束回合 而与此同时 秋姐那边的雪莉也做出了同样的操作 可秋姐见状却没有多想 而是将场上的低星象征兽当作祭品 上级召唤出触手玫瑰 即便还会被替换成象征兽 但攻击力足以碾压雪莉的象征兽 于是秋姐果断下令 让2200的象征兽捶爆700的低功象征兽 结果不出所料 另一边的雪莉做出了同样的操作 将乌鸦的生命值削减到2500点 随后场地发生改变 无法用黑鱼卡组改变战局的乌鸦 抽到了一张可以改变战局的卡 只见乌鸦召唤出刚才没有登场的黑枪强风 而随着黑枪强风被替换成衍生物 乌鸦将其荡成破坏宣言 利用怪兽效果特殊召唤出黑与乌鸦之流浪寒风 而由于流浪寒风的特招无法被无效 所以不会被变成印象派象征兽 这时自信的雪莉正在单手掐腰 可下一秒就变得面目争鸣 宣言翻开陷阱卡花之炫韵 效果除外对方特殊召唤出来的怪兽 眼看唯一能连锁出黑与卡组的乌鸦要被破坏 乌鸦立马启动反击陷阱下压力 卡的效果是当怪兽要离场时 无效吊使怪兽离场的效果 保护下流浪寒风的乌鸦果断下令攻击 这一瞬间雪莉再度发生 翻开陷阱卡高的减半 削减2000公里以上怪兽的一半攻击力 而看着主动索写的雪莉 乌鸦大吃一惊 像是发现了什么一般 这里考考各位决斗者的水平 乌鸦是在哪里看破了二五仔的把戏呢